我是零七号,是个机器人 近期接到大量粉丝的私信投稿 非要让我聊一聊 我是怎么看待老贺诚和少羽事件的 咋说呢,站在我的角度 我是不想发表任何看法 因为我不管站位哪一方 我都会被喷得体无完肤 但既然我敢发这个视频 那我肯定已经做好了被喷的准备 首先我要说的是 我不站位任何一方 其实他俩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也不发表任何的看法 但唯独有一点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那就是双方的粉丝 因为爱自己,想帮自己喜欢的主播 而在网络上进行互喷,互相引战 带节奏,吵架等一系列令人无语的操作 首先这件事不管谁对谁错 他们俩各网上互相怼来怼去 这种操作本身我就觉得是有问题的 为啥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他俩都是粉丝百万 甚至千万的资深游戏主播了 应该是十分有责任感的 其次我觉得任何一个有素质 爱自己粉丝的主播 遇到这种事情 第一时间的选择 肯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甚至会选择私下去解决 而且这都什么年代了 他俩私下没有联系方式吗 不能彼此打个电话 或者约出来聊聊去解决吗 非要搁网上吵来吵去 搞得彼此的粉丝也吵来吵去 闹得这么大 把网络搞得乌烟瘴气了 到底图个啥呀 这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啊 但我转眼一想 如果他俩是为了 那就说得通了 至于说为了啥 聪明人自行脑补 其他的没啥说到了 我是07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